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镜片600度 我们来拆一个包裹 这个包裹是用EMS发过来的 我看一下 苹果原装充电数据线小兔第四个接触点 发黑导致充电时时好时坏 接触不良 有时候显示可能不支持此位键 可能不支持此位键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 这个线是一根苹果的充电线 第四个发黑已经出现坑了 我们在节目下面看一下它的情况 这个形成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坑 所以必须要换插头 这样给它重新切一下 回去之后还是很坑人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坑 所以的话我们 换个插头吧 从我的百宝箱里拿一个 挑一个好看一点的 挑一个好看一点的 温柔一点的 这个触点很好看 接下来我们把它给拔开 波纸产电图很有讲究的 有技术 看我三百幅 不是三百幅 三剪刀 第一个剪刀 尾巴剪掉 第二个剪刀 第三把剪刀 就打掉了 三剪刀就结束了 如果你要四剪刀的话 就说明你没有学会到精髓 把这个皮给去掉 这个月牙盖也扭着 等会我还封装上 好 先用仪器读一下编码 证明我们是真的 不然的话 回去说我的假的头怎么办呢 看一下啊 淮阳富士康 看一下编码 上面最后第一排编码 没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它这个 切割的焊盘的位置 我们在写文件下面看一下 我们在写文件下面看一下 好 刚刚我们写文件下面看了一下 它这个 现在它这个我们挖了一下 挖了一下 主要看它那个正极的颜色 红色正极的颜色是哪边 我们刚看了一下它在这边 对不对 因为它那个线在焊接的时候 包了一个小的热索管是黑色的 在这边 在这边的话 在左边 那怎么办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这个记号笔的上面画一下 这个上面就是焊盘 至于为什么 自己冷静下来之后 去细一下 到底为什么 因为怎么解释呢 因为你不了解里面的结构 我跟你说为什么 你还是听不懂 拆过之后才知道 接下来我去切割一下 切割为什么不演示 其实是因为之前我拍过这样的视频 我把我的精密的仪器 在桌子上面 切割的时候很大粉尘 所以的话 会把仪器里面进入这个金属粉尘 会造成永久的损坏 所以我们切割的时候 一般的外面 外面的话 我也不想移动这个机尾 太麻烦了 所以可以看一下我 前面有拍过这样的视频 可以看一下是怎么切割的 我们去切割 马上回来 好 刚刚切好了 再切好比这边 你切的几道口子 接下来我们在显微镜下面 把它给清理一下 然后把这线给喊上 好 这个人 你切割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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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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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线烤好了 韦家处理一下 韦家怎么处理呢 韦家用这个线夹子 夹在这线里面 要夹紧 起靠拉的作用 夹紧 夹紧还不够 我们要用这个 用这个焊锡 把它给焊起来 看来最好了 我们搞点焊锡 好,让它焊起来 好,这样焊好了 先穿上这个电力表,看有没有带机电力 好,有0.004按的电力 先让我们穿上手机试一下 好,可以啊,1.5万 苹果7 大概在1.7万左右的中间电力 好,可以 现在我们封装一下就行了 封装的话很简单 但是上次我每次都说封装就不演示了 这次我就说封装我演示一下 很简单啊,首先把这个 后面的给捋整齐了啊 咱们先试一下,才能不能顺利的套进去 如果能够顺利套进去,我们直接封装 好,没问题,直接的套进去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一点焦 搞一张纸 搞一张纸,一点点就行了 点一下焦 IP焦点一下,点一点点 这么多也够了啊,不要太多 好,这样就行了啊 然后准备一个牙签 牙签是最好的 抵它便宜 抵它好细一点,很方便 好,这样拌均匀 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在上面涂抹 不要在头子上面涂抹 在线上面涂抹 这样拉进去啊,里面更充实一点 这样涂抹,涂抹 好的,然后这里面也涂抹 涂抹一点啊 涵盘上涂抹一点 涂抹一点 把它慢慢的拉进去啊 好 好,这样也可以了啊 准备一张纸巾来擦一下 把这个多余的胶残胶给擦干净 再往里面挤一下啊 好,刚刚准备 刚刚准备了自己的月牙盖来盖一下 这个月牙盖呢,就是我刚刚拆下来的 好 看一下 好,这样就可以了啊 等固化完成就行了 好,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